从今天开始南京市教育局将会向社会来公布施德施丰建设的投诉电话 家长如果发现在职教师有收受学生家长财务 从事有常家教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等违反施德的行为 可以拨打电话进行举报 南京市教育局的电话是8363-9901-8363-9945 有案必查查实必究 并且对投诉人及学生的身份进行保密 同时从今天起至11月15号 南京市教育局还将在通过吴济明的方式开展 施德施丰情况问卷调查 在幼儿园中小学家长中进行抽样 同时家长也可以登陆南京市教育信息网 参加施德网络的问卷调查 这样子教育局也有点好 在商量中兴实的话堂 对面有点好 自作对面有点好